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不气的同伴 这里树木茂密 人也罕至 应该会遇到他们吧 是啊 要是在这里也找不到 北极地松鼠的话 那他们很可能是在这片地区绝迹了 你们放心好了 这里肯定有北极地松鼠 是吗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没发现他们呢 要知道 这些北极地松鼠胆子很小呢 当他们感觉到有人靠近时 便会飞快地逃走 钻进洞穴里 是吗 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 北极地松鼠并不是那么胆小啊 而且他们是非常有团队精神的 你说的没错 他们过去并不这么胆小怕人 但是人类为了猎取他们的毛皮 用了非常卑鄙的方法 让他们不得不提防人类 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类究竟用了什么方法来捕猎他们呢 是啊 十几年前 你们这里是北极地松鼠最大的栖息地 短短十几年时间 他们的数量锐减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起这件事情 那简直是我们这里的耻辱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哎呀 没错 就是这种动物 刚才那些动物叫什么名字 他们是北极地松鼠 你要找的就是他们吗 没错 我曾经收购过一张这种动物的皮毛 这种皮毛可以算是皮毛中的上品了 但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所以到处打听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今天终于让我找到他们了 你不会是想要捕捉他们来制作皮草吧 没错 你可以发动你们村子里的人 一起来捕捉他们 我愿意出高架来收购 是吗 我说话算话 你们抓多少我就买些多少 一只都不会少 有钱就好办事 这事就交给我们了 从那以后 村子里的人被利益蒙蔽了心灵 开始捕猎这些北极地松鼠 一开始的时候还算顺利 可到了后来 这些机灵的小家伙变得异常警觉 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躲起来 村里人能捕捉到他们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怎么回事 最近怎么才弄了这么几张皮毛啊 老板 你不知道啊 那些北极地松鼠现在变得非常狡猾 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全跑掉了 可不是嘛 现在别说捕捉他们了 就是要想靠近他们也都是很难的事情 好吧 你们再想想办法 我现在更需要大量的皮毛 什么办法我们都试过了 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在森林里布置了一些捕兽夹 可是那些家伙警觉得很 那些夹子放置了一个多月都抓不到一只呢 没错 他们好像知道我们把捕兽夹放在那里刺的 动物总是有弱点的 人总是比动物聪明不是吗 多想想办法 从今天开始活出双倍的价钱 收购他们的皮毛 双倍的价钱 太好了 明天我们就再去森林 我就不幸抓不到他们 追求利益的村民外 又一次疯狂地冲进森林 寻找捕抓北极地松鼠 这一次 他们惊喜地发现 有一只北极地松鼠 被捕兽夹给夹住了 是北极地松鼠 太棒了 隔了这么久 终于再抓到一只了 它太小了 这种小松鼠的皮毛可不值钱呢 没关系 既然捕兽夹能捕到一只北极地松鼠 那就能捕抓到更多的 你错了 这种动物可是非常聪明的 一旦他们发现捕兽夹的危害 那他们就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小家伙周围有好多粪便 哦 这些不会是他的粪便吧 如果是的话 那他应该被困在这里 已经有好长一段日子了 这怎么可能啊 如果他真的被困了很久的话 那也会饿死的 这事一定有蹊跷 不如我们偷偷地观察一下吧 我相信很快便会知道答案 那几位村民 爬上了捕兽夹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偷偷地观察着地面的情况 没过多久 五六只北极地松鼠 叼着食物跑了过来 原来如此 是他的同伴每天送食物来给他吃 这才能让他活下去 过去 曾听老人们说起过 这种动物非常有爱心 只要同伴遇到危险 便会出手相助 看来这是真的 我有想到捕捉他们的办法了 是吗 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们可以在这只小松鼠周围布置下陷阱 然后就等着他的同伴来自投楼网好了 就这样 村民们利用北极地松鼠的善良 对他们大肆捕杀 以至于现在很难再寻找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不是很聪明吗 怎么会一直犯相同的错呢 让人类用同一个方法来补戒杀绝呢 因为他们为了同伴 即便知道前方有陷阱 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拯救自己的同伴 我明白了 这就像隔界一样 隔界那是什么 隔界就是一种大壁虎 又叫大手工 栖息于山岩或荒野的岩石缝隙 石洞或树洞内 他们为了自己同伴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我曾亲眼看到过一次他们互助互救的情景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挣扎了 乖乖当我的美食吧 哎呀 蛇 不好 我的同伴有危险 救我 快救我 不要怕 我来救你了 不想死的话 就赶快离开 算你失去 然而那只隔界并没有逃走 而是悄悄爬到了蛇的后面 他想从后面拉住被蛇缠住同伴的腿 然后将其拉出来 可他却低估了蛇的缠绕力量 凭他的力气 根本没办法将同伴从蛇身子里挣脱出来 看来你是不想活了 那只隔界特意激怒蛇 引诱其攻击自己 最后导致他们从岩石上掉了下来 蛇掉下来后松开了身体 隔界急忙逃脱 然后这两只隔界就一起逃跑 最让人感动的是 即便有一只隔界被困在了岩石缝里 无法跑掉 但他仍然能活下去 因为周围的隔界都会来轮流喂他 哪怕周围出现危险 他们也不会丢弃自己的同伴 而人类则利用他们的这种特性 对其进行捕捉 因为隔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非常值钱 所以贪婪的人们便会故意将一只隔界困住 然后对那些来帮助他的同类进行捕捉 现在隔界的数量急剧减少 现在已经很难在野外找到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搞不好他们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呢 唉 正因为那些贪婪的人类 才会让这些善良的动物濒临灭绝 希望这里的北极地松鼠和隔界 不会被捕杀殆尽 是啊 希望我们能找到一只北极地松鼠 我可不希望那么善良的动物 因为人类的贪婪而灭绝 动物的善良与奉献精神让人类感动 而人类的残忍却让人类自己胆寒 据世界动物组织的调查 许多动物如此善良如此现身的精神 正是他们繁衍的需要 这种善良与现身 是他们代代相传 永远生存下去的基础 南非沙漠里还有一种动物叫沙龙兔 沙龙兔之所以能在沙漠里存活 不被干死 完全是因为一种团结的精神 沙漠每两年才会下一次像样的雨水 这对于任何生命都极为珍贵 每次下雨 成年的沙龙兔都会跑上几十里 不吃不喝 不找到水源 绝不回来 每次他们都能把好消息带给大家 他在返回来时 心急如焚地快速奔跑 因为沙漠中的雨水 有时会在一两天内蒸发掉 这就是沙龙兔一两年中 唯一一次可以大量补充水分的机会 于是会争取时间 平日很少见到的沙龙兔 群集的景象就会出现 大队的沙龙兔会在这只首领的带领下 跑上几十里去喝水 而人类却利用沙龙兔的这一特点 故意设计假水源 当大批沙龙兔到达地点后 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水 于是狐猎者便不会吹灰之力地 把绝望疲惫的他们装入袋子 他们真是一群傻子 只要我稍用计策 他们就自投罗网了 透过一些物种的减少或灭绝 看到人类良知的倒退 人们应该反思自己 甚至感到羞耻 遗憾的是 有些人对自己损应丧得的行为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甚至发展到把对待动物的这一套 用来对待自己的同类上 善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也应该将这同理心 推广于任何一动物身上 这样地球上的每个物种 才能和谐平安地活下来 爱护生命适宜 民国初 少会原居士一心向佛 持家修行 颇具智慧 可怜的鱼儿 以后千万要避开渔网啊 善哉善哉 上钩了 上钩了 哎呀 运气真好 一大早 救人送鱼给我 啊 喂 那是我们刚刚用养老钱 买来放生的鱼 你行行好 放了它吧 好多天 没钓到这么大的鱼了 我才不要放它 你胡乱杀生 是要遭报应的 少居士 你来评评理 老婆婆好心放生的鱼 被你白白调走了 你调走的 可是他们的养老钱呢 岂有此理 他们买鱼放生 我钓鱼卖钱 各取所需 天经地义嘛 不要说 放到这条小河里 就算是放到长江里 也难免被人补去 就算不被人补去 也难免被大鱼吃掉 与其让大鱼吃 不如让我来吃 我们常常遇到 前脚放生 后脚被杀生 这样一来 放生不就成了空谈了吗 你说呢 少居士 这倒真是个难题 我也回答不了你 只好写信 向印光大师求教了 印光大师 大师 人们常常担心 动物放生后又被抓捕 其实 就连一些佛门弟子 也有这个疑虑 嗯 身处尘世 动物放生后 又遭捕猎 这样的情况也不能完全避免 有时候放生了小鱼 还会被大鱼吃掉 虽然说 大鱼吃小鱼 确有其事 可是要说小鱼 都被大鱼吃得一条不胜 绝对没有这种道理 放生的动物 又全都被抓回去 也没有这种事情 何必多虑 至于 你说劝人不听 这也在所难免 历朝历代都有这种鱼人 不懂造化 不明真理 只因为自身做了人 自觉高高在上 灵驾万物之上 实际上 是泯灭了灵性 堕入了魔道 试想一下 如果它是鱼 即将被宰杀 它也会万分希望 有老婆婆那样的人 来让自己买走放生 哪怕多一天活路也是好的 正因为此 放生行善 哪怕被恶者得利 行善者也是好的 我佛弟子 至门广大 不必有放生后之忧 但须存放生者之念 念念不忘 身体力行 嗯 不必有放生后之忧 但须存放生者之念 善哉善哉 放生 好比救济难民 施舍他一件衣服 一顿饭 也只能保他不至于 马上就死 但你总不能说 这一点点衣饭 反正也救不了一辈子 给他又有什么用 不如让他冻死饿死算了 免得日后继续受苦 嗯 又好比强盗抢劫 被抢的人总要反抗 难道会说 有本事抵抗一生 才算幸运 抵挡意识又有什么用 还不如索性 让强盗抢光算了 省得以后 再被别人抢 对啊 反抗意识总比不反抗好 放生一条鱼 总比一条也不放生要好 再比如父母对子女用心抚育 而子母一旦染病 无法继续再养育子女 他是不是要说 既然我死后养不了孩子 干脆现在就杀掉算了 君子修德 不以善想而不为 不以恶想而为之 难道 一定要万无一失才肯放生 如果这样 全世界的人 永远都不能做戒杀放生的事了 说这种话的人 必将落得自己 要死了没人救的下场 可悲可叹 听诗一席话 劫我数日忧 又过了几个月 少居士在采菇时 你以为躲得过吗 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盘中餐 等等 众生皆平等 你是肉身 他也是肉身 何必非得肉肉相识 放他一条生路 他家中也有父母妻儿 你是谁 疯疯癫癫 胡说八道一通的 快把兔子给我 是我开枪打到的 慢点 这样吧 我愿用这半蓝蘑菇 换取这只野兔 哈哈 我笨哪 放这兔肉不吃 吃你这些没滋没味的蘑菇木耳 不要再说废话了 快将兔子给我 且慢动手 这里有个银员 送你 这只兔子归我 日后 你如果看到瘸腿的兔子 也不可再打 好吧 看在钱的份上 答应你 拿来 动物太多了 你救得完 放得完嘛 真是傻子一个 以后要小心一点哦 不要再被抓了 印光法师 弟子又有疑问了 动物太多了 动物太多了 你放得完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众生皆生 人生长生 放生之道 受戒杀生 哎 放生这件事 原本是为了使人受到感动 悲天抿人 心怀侧隐 不忍肉肉护食 不忍生生相虐 总要管住自己的口 只要不失婚 捕猎者就劳而无功 只要不捕猎 不杀戮 万物生灵 就会和谐共处 由此可见 结婚虽然不是放生 却是普天之下 最大的放生 虽然吃素 不能人人做到 但哪怕只有一个人 不忍心吃肉 这个人一生 就会少杀许多生命 何况 佛缘浩荡 持戒者 何止千人万人 人与动物虽不同 佛性却不二 动物因为前世恶业 沦落得披毛带脚 任人不杀 这滥杀之人 难保来世 不沦落成披毛带脚者 惨遭别人吐露 杀杀不绝 福报无期 唯有放下屠刀 戒杀戒肉 才能种下福音 生生世世 永不遭受骨肉罹难之苦 放生是佛门大道 不可患得患失 要持善攻行 也需随分随力放生 然而 更要注重戒杀吃素 这才是究竟解决的办法 否则 否则所能放生的毕竟有限 所杀的仍是无求 放生原本是为了戒杀 而戒杀必须从吃素做起 戒杀放生 是避免天灾人祸 挽救世道的关键 阿弥陀佛 念佛人更要将自己 与一切同伦 统统放生到莲花池 法海中 永离生死之苦 想珍藏妙乐 这才是放生 最大的收获 户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005 账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慈悲之夜花莲中心 举办起见三天 消灾操见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药供 即甘露诗时 恭请法务森重 共同领重 日期 3月18日星期六 至3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160号 电话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 上午九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产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重 3月29日星期三 上午九点 举办中风三十系列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重 3月30日星期四 上午九点半 佛学讲座 即佛前大功 13点30分 于且宜口超度法会 恭请会态法师 会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主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 训习 同瞻法义 恭目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空心中香 忽兰大碑观音道场 敲龙 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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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 哑 哑红红红 而尘世方世间 所有天妙满大 要离赶祝的花香灯涂世约 清晨无碍 犹如铺鲜花现 种种云集公养 偏满虚空 红色发尖 清晨悔虚空 我要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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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萨里瓦达塔 狗达萨巴里瓦达 安萨里瓦达塔 狗达萨巴里瓦达 安萨里瓦达塔 狗达萨巴里瓦达塔 安萨里瓦达塔 狗达萨巴里瓦达 安萨里瓦达塔 狗达萨巴里瓦达 安萨里瓦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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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达萨巴里瓦达 安萨里瓦达塔 狗达萨巴里瓦达 善化时达人的雅虹 善沙尼瓦达达达达沙巴尼无来 善化时达迪达达达达沙巴尼无来 善化时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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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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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